當兒子出生 再一次經歷要照顧初生BB的葉爾麗老師 做了人生中重要的決定 由小學英文老師轉為任教幼稚園 用一雙母親的眼睛去看顧學生 陪伴學生成長 英文老師 回家 阿美 姨 姨 謝謝 請坐下 謝謝 我們做了這麼多年 差不多十年了 我就發覺我真的喜歡做幼稚園老師 一開始只是想做助教 因為很簡單 但後來真的做助教的期間 發現小朋友好像也很喜歡 所以就去讀幼詩 然後就做了幼稚園老師 如果你說叫我做回小學老師 我可能不想 幼稚園裡面 小朋友帶給我們的驚喜更多 其實我是很感激幼稚園的小朋友 我覺得他們真的教了我很多 他們會不停提醒我教學狀態裡面 我是不可以靜下來 怎樣去激發他們的興趣 令到他們會更加融入我的課堂裡面 我們要去哪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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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邀請朋友去中國 我們要去哪裡 其實我覺得幼稚園老師 除了專業上的知識 因為我們幼稚園是傳課 什麼都要懂 幼稚園老師是萬能的 好像萬金遊一樣 最重要的幼稚園老師一定超有愛心 內心和很細心 每一個良好的幼稚園教育 都是需要每一個老師 是要用母親的眼睛 很細心很用心地通過小朋友的眼睛 避過壓頭 去發現小朋友真正的心裡 在想什麼和他們的需求 我覺得這真是 因為幼稚園小朋友 不像那些小學或中學的小朋友 他有什麼表達呢 他可能會馬上說出來 但你就真的要通過觀察 他平時是紮紮跳的 但為什麼今天坐著不動 你就會走過去問他 你是不是不舒服 要摸一下他的額頭 就是這些很細節的事 我覺得幼稚園老師 一定要有一個很細心 每一個人都有不同的成長過程 有些人快點 有些人慢點 你就要不停地等他 你吹他是沒用的 因為他聽到你的指令 但他不一定馬上做出來 你可能要給他多一點時間 他慢慢才可以跟到你 所以這個耐性也很重要 還有就是因為小朋友 他來自不同的家庭 以及他自己的性格不同 可能有些你表面上看起來 他很差勁 但你老師不可以說 因為他是這樣的原因 而將他擺在一邊 但同樣對這些小朋友 你也要付出開心 就是這個三個心 我覺得幼稚園老師一定要有 我們從教練開始 就是成立了這個專科教學之後 我們希望可以提升 我們小朋友的英文能力 以前就會可能因為 學校沒有專門 給專科學老師去教 有些老師兼顧的時候 他可能就習慣成就是 一個中文一個英文 當我們嘗試做這件事 我們希望是 一開始是多一點英文 最好就是全英 因為一開始那時候 小朋友都嘴巴了 他看著你 是沒有反應的 但是這個時候 千萬不要放棄 你就不停地去重複 一開始同事都覺得 K1還在哭 但是不要緊 我們跟K1開始 上學期那時候 慢慢滲入 到他們熟習所有幼稚園的學習 我們慢慢再加多些 再加多些 兩個星期才有一個平合房 我們K1小朋友展示出來 他們已經可以 一個生字出來 他可以好像KD那樣傳出來 葉爾黎老師形容幼稚園的老師 就好像萬金油一樣 但是沒有人天生就是一個盲能的人 靠的都是後天努力 想給學生一滴水 教師要先有一桶水 所以葉老師並沒有安於現狀 他一直不斷進修學習 那一份態度更加帶動了其他老師 澳門的幼稚園老師 其實很少說專門 音樂有識 各樣的都懂 其實真的不懂 以前都是用CD播 怎麽才會令到智慧 就要去學 其實唱柔也有很多方式 他都可以用游戲 都可以用節奏 我自己學回來 上課用了 其他同事見到可以 下一期有不同的耐絲 一起去 做了幼稚園老師 我發覺我更加喜歡學習 現在好像我們專門教學 其實我只管英文就可以 但不知為何 我仍然會提到體能的班 我都會去報 知道多些 然後是怎麽可以用出來 正式做幼稚園老師 那校長真的很信任我 立即叫我做了K3級獎 因為級獎要負責寫進度 所有的東西都要負責 這個壓力真的比較大 因為本身我學的東西 和我要接觸的東西 首先有差距 所以才會令到我 後來再去報名 再學多一些東西 我希望我將我的工作 是不會在表面的 我希望真的 我做到出來 其他同事都覺得是有用的 自己的目標 沒有說我只是想著 繼續陪伴這些小朋友 一年一年 有新的同學生到上來 我都是希望 我可以將我這個母親的心 留下來 放給每一個小朋友 我都會當他是自己的小朋友 未來我會繼續去學習 然後將我學的東西 都跟我的小朋友分享 和我家的小朋友分享 對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